而大汉技术学院的文化推广专班 有学员们是每个星期不辞辛劳 远从北部以及玉里坐车来到花园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专班的课程 学习到原名的歌舞以及剧场表演 而几个月的学习成绩 让观赏的民众深深感动 也让参与的学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可以体会到文化透过剧场的编排 将文化内涵得以展现出传承的重要 努力的彩排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观众最美的喝彩 这一次参加舞台区专班的每一位学员 都是家庭主妇甚至是上班族 而有些人是每个星期远从北部坐车两小时 来到花莲进行学习 还有七十多岁的张者参与其中 小小的舞台专班却有对文化的认同 以及高度的支持 在这个短短的两个月当中 我看到所有就是参与这个计划的学员们 他们的成长以及蜕变 那我想这就是刚刚居中所要传述人团结的精神 只要团结有正向正能量 就没有任何一切可以达到我们 就好像这次的疫情一样 只要人可以携手其力 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达得到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 我们今天所要诉求的呢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从这个剧情里面看得出来 我们所有的成长跟他们蜕变 大家坐在这里有目共睹 小小的舞台专班却有对文化的认同 以及高度的支持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专班的课程 学习到原住民的歌舞 以及舞台剧的表演 虽然学习过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能够让台前的观众深受的感动 体会到文化透过舞台剧 编排将文化的内涵传达的重要性 记者凌杰新城乡采访吧